诚意新居富山海刚一开机 网友就发现此前因私生活混乱而塌方的黄俊杰 也出现在了开机现场 对此网友便开始大规模的抵制黄俊杰 在官微下起刷刷留言 喊话偏方不要使用劣迹艺人 以免连累巨组其他艺人的心血 对于广大网友的诉求 富山海官方在历经了一天的商议后 最终做出决定 那就是顺应铭心除名黄俊杰 而且官微还给予了他最后的一次体面 说黄俊杰只是被邀请去参加开机仪式的嘉宾 并不参演该剧 值得一提的是 诚意次翻作为 该剧一番大男主 又将一人分十三角 也是他继承下如线后再次挑战高难度的表演 看来诚意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而该剧的女主此前一直保密 直到开机当天才揭晓 就是古离那扎 说实话 他的颜值没问题 就是演技有些令人担心 而且跟诚意似乎也没什么CP感 不过现在去点评的话还为之上早 毕竟诚意人分是三角了 谁又知道他的三个角色中 哪个角色和女主的关系最好呢 但凡有诚意已在 我觉得女主不管是谁 应该都是锦上添花吧 那最后我们话不多说 只入主题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诚意 最初认诚意是琉璃第一集里 初出场的她 像小编儿时记里的金油笔下的那些江湖少年 眉目清秀 气质独特 其实江湖未远 只是我还没有遇见你 很感谢你 没有在仙侠剧里只专注演绎爱情 虽然我为你时事牺牲动容 但我更为你从少年义气到越境沧桑的而心痛 你是注定共情能力的 你演戏是考虑观众情绪的 琉璃里面的每一集 每一针 你都是追求极致 百分百投入 真的很好 愿你在娱乐世界里做最单纯的小孩 自为比你年纪还大的人 我们进入社会 莫怕滚打好几年 我很开心 能看到岁月在你身上的沉淀 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你很聪慧 完全不是路人误解的笨拙 不善言辞 大刀至简 大之若愚 你在二十岁的年华里面 就知道要做一名好演员 你在年轻时 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感慨 你在前公司耽误了好几年 可是我将脉络性拉长 你比很多人都走了接近 有明确的目标 坚定的毅力 持之以恒的努力 凭什么不让你成功呢 年轻时候的活泼开朗 到现在的低调诚恳 都是你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二十岁的你 也曾对世界充满勇气 业迹风发 赶闯赶拼 因为二十岁的你 有足够的试错的机会和成本 你敢等 但我知道 三十岁的你 必须学会权衡利弊 理性思考 去明白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牺牲 什么值得追求 什么不屑一顾 所以很多年纪小一点的粉丝 会觉得你没有以前开心了 我觉得不是 只是年龄的成长 我们对快乐的感知 发生了改变 二十岁的我们 会因为一场雨而悲伤 但三十岁后的我们 坚决不向外人 诉说心酸和苦楚 所以你说 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没有什么心酸不心酸 你看 他真的在成长 这个年龄的他 梦想 就是快乐 我想告诉成毅 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但是努力的人 最少量 社会很多热门事件的发生 在引起舆论高潮迭起的时候 讨论 万我会偏离倒向 我们常常苛求法官 不仅可以定分 指争 还能像处理案件一般 处理自己的人生 所以不能理解 离婚的法官 如何会审理好离婚案件 我们常常觉得 医生辛苦艰辛 口口声声谈理解 但在医生 没能及时回应自己诉求的时候 会选择毁掉对方的手 你看 易怒的旁观者 根本不从对方的视角思考问题 只从自己的利益和快乐出发 评判是非 我长篇大论 无非想说明的道理 是舆论高潮迭起的时候 真正理想思考的 没有几个 那么 就更不要妄想 在所谓的故意引导下 还能期盼对方 客观评价 云歌会我是看了的 看完之后 我觉得剧已经完结 剧中的演员 可以开启新的作品了 但是没想到 轰轰烈烈的网络暴力 铺天盖地而来 这场闹剧 在所有像我这样喜爱 诚意的人的眼里 是一场腥风血雨 在我眼里 云歌会 只是一场剧的结束的纪念 它不具备任何多余的含义 整场云歌会 诚意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对待同事礼貌 活动服从主办方安排 唯一不足之处 是没有回应某些人的幻想 可是如果诚意在云歌会那天 配合表演CP 或者显得太过圆滑事故 我可能不会成为他的粉丝 我不喜欢将我爱的人诉神 因为我爱普通 而有顽强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被推上神坛 那么他如若存在任何瑕疵 曾经推他上神坛之人 也会狠狠将他踩在脚下 再唾击几口 我要向全世界告知 我欣赏你 即使冒着被舆论攻击的风险 也不愿配合演出一出假戏的勇气 我从小到达的世界观里 只有努力值得尊重 而不是谄媚 所以诚意 请你继续做一个坦荡荡的寻常人 用自己的汗水来发电 用自己的梦想来破浪 你会受世人尊重 永不上神坛 永不落地狱 而永远拥有我们 黑暗总会过去 感谢你用自救命式的演技 拯救了自己 你真的很行 与思凤 应冤 不会再有更适合的人能替代你 请你坚信 不要在意什么与思凤 成就了诚意这样的鬼话 没有谁能用本末倒置的逻辑 来侮辱一个好影渊 我不是眼狗 也不是嫂子 我更不想霸占诚意 我会与她保持距离 支持她追求梦想 我认为不用担心 任何军心破测之人 所破的脏水 辩论如果在开始的时候 就发出这种 胡搅蛮缠的招数 辩论的意义 首先就被这些人 自己给侮辱了 比其他论英雄 我们作品相见真高下 我是一枚十足高贵的事业粉 我欣赏你的可爱 有趣和腼腆 以及能欲语能柔的多面化 但是我更希望 别人能懂我 对你深层次的喜好 比如你身上淡淡的书卷气 和那股较真劲 像极了现实生活中 没有背景 没有支撑 只能靠自己 慢慢努力往上爬的 每一个努力成功的普通人 我们都曾为追逐梦想 跋山涉水 不远万里 这途中受人羞辱 遭遇诽谤 被人轻视 可是没关系 我们摇摇牙 可以继续爬下来再战斗 你是跨过漫长黑夜 坚持寻找光亮的人 你有超越常人的勇气和耐力 虽然苦是真苦 心酸覆盖心酸 不说出来 不代表痛苦不存在 你能容忍 我们为你动容 次影之心 人皆有之 所以你每一次上综艺 接广告 拍杂志 都很容易激发我们的保护欲 我们不想让这个社会 毁掉一个真诚的人 一个有工匠精神的人 娱乐圈的规则已成 大家都没守成规的 去遵守 去玩弄 不论是非对错 你非完人 我们知道你的软肋 但从此以后 我们是你的盔甲 看了大本营里面的 一秒入戏 导演不喊停 不能停的职业操守 让我惊叹心疼 你那么较真地介绍职业习惯 让我看了想哭 不是矫情 而是这个社会里 有很多千千万万 这样的你我 把真心掏出来 给别人看 虽然生活一次次地垂打我们 诚意 真的没关系 即便世人讥笑 但是你要赌信 你的努力 不会白负 我希望你永远生蒙下去 直到什么也吹不了你 活在世上 无非想要明白一些道理 遇见一些有趣的事 很开心 你和我明白的道理一样 更开心遇见了有趣的你 你要是愿意 我就永远支持你 只要你继续像这些年坚守的 坚持努力 不忘初心 诚意 我愿意更多地 与你的作品相见 只要你好好演 我就好好陪着 说完这些 真的很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他 你们一定也会爱上他 就好看你了 行吧 我会儿子 我会儿子 你不就会儿子 没关系 我会儿子